你学永春的 永春正宗 佛山诞先生第二代传人 照这么说 你是钱花学的徒弟了 是 我还以为你有多正宗 还以为你是跟五眉师太学的 学了多久啊 寻巧学完了吗 标志有没有学过啊 老板 你也懂永春啊 第一 我说过我不是老板 我是这儿的管事 第二 我是学永春的 但不知道算不算正宗 有没有兴趣玩玩 下次吧 下次我就没时间了 要就现在吧 不要了吧 万一有什么损伤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这个老人家呀 来吧 管事先生 你师父没教过你 同门教计 留力不留守啊 怎么 看不起我呀 那我来真的了 孩子 你没事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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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再来吧 小心我的药 你这也算是永春啊 我打出来的就是永春 你这些不是永春 师父说永春是手打七分 脚踢三分 专攻下翻路 不要怪师父 不错 传统的永春是以手为主 但是不可以一成不变 变化了的永春 变得更加灵活 有脚法 有衰法 一招多用 招招实用 请问高人尊姓大名 我叫做梁碧 佛山人 人人称呼我先生碧 你师公梁在是我爸爸 哦 原来是师叔 那我的永春算不算是正宗啊 师叔真风趣 孩子 后天再来这儿找我 后天来这里 你不想学吗 哎呀 当然想了 但是我读书期间 没有什么钱付学费啊 我有说过要你付学费吗 经过改良了的永春 善用远拳 近肘 贴身摔 长短肩背 永春的摔法是以反关节为主 不用拉住对手 以师父陈华顺的永春 是以长桥和低腿为主 经过我不断改良变化后的永春 是短桥和高腿肩背 其实永春不应该再分正统和非正统 在我来说 就是不分你我他 永春是一家